羅秉內和奈余兄弟 一個是官,一個是商,一個是軍 所以白宮就有點忌諱說 我叫你不要去搞這個事情 不要和英國鬧翻 因為現在我國內在打內仗 沒有時間管這個 但是我一定明確給你講清楚 你不要用這個 你在遠方的勢力 你擅自指揮軍隊、海軍去佔領台灣 到時候變成鬧出另外一個事情來 我內仗還沒打,一定要打外面 但是怎麼講呢 伯駕和這個奈余兄弟 各自不同的立場 伯駕覺得說 我如果能替美國帝國拿下一個台灣的殖民地 將來我在歷史上的位置有多高啊 我在亞洲的勢力會多大 奈余兄弟說 如果我們拿下了台灣 英國其他商民就被我們排擠了 我們就獨佔了 那我可以賺多少錢啊 那奈余兄弟說 那奈余兄弟說 我如果拿下台灣接著太平洋的這些殖民地 就會來英國競爭啊 那我當司令沒有打戰怎麼會大喊呢 這三個人啊 搖搖義士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美國內部白宮聽到這個消息啊 說這幾個傢伙裡面我是在鞭嘲莫及呢 萬一搞起來真的台灣拿起來齁 拿起來不知道怎麼管呢 這幾個傢伙裡面最會煽動的就是這個伯駕 駐清朝的大使 換掉換掉把它換掉 就把它換掉 乾脆就把這個頭把它換掉 把伯駕把它換掉 換成李德來當這個全群駐英大使 好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 台灣要拿 台灣的事情告一段落 但是這個事情還沒完啦 還沒完就來到了什麼事情呢 美國暫停了一段時間 但是美國的南北戰爭 1861年打到1865年打完了嘛 打完了後來美國 好內戰打完了沒有了 美國統一了嘛 好現在這個事情又來了 又發生了一個事情 這個事情是什麼事情 就是現在公共電視一直在宣傳 現在已經在那個YouTube裡面 已經有短片出來叫傀儡花 傀儡花是什麼開始的 這件事件 陳耀昌寫的長篇小說 就是羅妹號事件 羅妹號事件就是美國船 這個商船本來是人家來玩世界這樣游泥的 韓特船長這個船啊 在墾丁的七星園觸礁沉默 結果這船上的人 韓特船長韓特夫人韓特船員 從那裡上岸就是現在墾丁國家公園 大門口的對面那個海岸下 就是現在荷蘭公主廟那裡 那個荷蘭公主也不是荷蘭公主 就是韓特夫人被殺掉的韓特夫人 結果在那邊上岸 上岸結果被華盧修 就現在那個大建山底下那個社 台灣族的社 出草啊 就總共殺光了啊 殺光剩下一個湖州的儲子 這個僱用的一個湖州儲子 躲在淋頭樹下躲到天黑了才爬出來 再逃到達果來報案 那達果當時美國沒有領事館在台灣當時 是英國領事館聽到這個事情 我剛剛講過 美國和英國呢 是很矛盾的關係啊 英國在想 本來還是我們美國他們在 很清楚談判的時候都朋友啊 啊美國在這裡沒有領事館 好啦趕快派他的軍艦去 出事的地方看看還有沒有人殺死的 還在躲在哪裡 結果他軍艦派過去要上岸啊 排灣族就等在那個零頭樹底下 給他開槍 開槍使得他沒有辦法上岸 他們就回來了 這個事情就驚動了美國 美國就下令給駐青的大使 然後駐青的全權大使 在通知廈門的領事來台灣最快 派了一個鼎鼎大名的人 就是李先德將軍 Geno李先德 這個對台灣歷史影響太大 所以你將來看到公共電視 現在拍的一個外國人的男主角 就叫做李先德啊 就是李先德將軍啊 李先德是華國人啊 是法國的伯爵啊 他娶了美國太太 他後到美國去 結果美國國家充滿了希望和理想 他就規劃為美國級 規劃美國級以後 在這邊發生了南北戰爭 他就變成了 北軍 格蘭特將軍底下最重要的軍事的將軍之一 這打了仗以後在戰爭裡面 受到重傷 一直右眼看不到裝假眼 打仗完了 身上受重傷救起來 你不要再打仗了吧 就派你到一個閒差給你 然後派你到這個廈門去當領事 原來認為是到東方來 閒差太太喜歡探險 然後你到東方去 偏偏他是將軍出身 又會蕭勇散散的 聽到台灣的原住民給他出臭 喊掉美國 他心裡就動了 戴個兵把他搞掉就是了嘛 結果他就 和這個閩哲總督聯絡也好 來到台灣 來處理這個事件 結果呢 台灣的總兵說 管我們管不上啊 車子引下那個原住民的化外之地 我們不是我們青草版圖 都沒管那 李仙德很生氣 就回去以後再告狀閩哲總督了 你們的原住民殺到我們的人 你可以不負責任啊 你不負責任啊 我們就英國聯合起來 我再支持英國出兵 把台灣站起來 把他佔領 你這種東西聽啊 這好像不能開玩笑 廣告叫他說 好好好 我通知台灣那邊 你看有多少兵 你帶這個兵去討好他們 他說你寫個手遇給我 我才有這個 拿著命令到台灣去命令你的兵 所以寫了手遇 他來到台灣 拿了這個 找台灣的道台 你說話外之地不可以出兵 你最起碼要處理吧 我的美國人 這個事情被殺了 在這裡 你不處理 我就真的派兵來增華 其實在之前 美國已經派兵來了 從太平洋艦隊裡面 派了博爾將軍來討好原住民 也是一樣 到岸上去 原住民就討到山裡面去 美軍進去 就從那個零頭樹裡面 啪啪啪啪啪打 美軍受傷十幾個人 這場戰爭在哪裡打 你知道嗎 所以台灣人對歷史都不了解 這場戰爭就在墾丁大街打的 現在你現在到墾丁大街 南灣裡面都在穿比基尼啊 泡泡沫啊 然後到墾丁大街吃烤玉米啊 航擊退啊 炎檢啊 那個地方就是美國 第一次和台灣發生戰爭的地方 美國還打敗戰耶 還戰死了一個上校耶 你知道嗎 美國戰死了一個上校在那邊 是美國在太平洋艦隊裡面 第一個犧牲的最重要的上校 軍官 叫做麥肯吉 所以美國現在雷根號旁邊 有一個主要戰艦 叫做麥肯吉號 就是紀念一個在台灣 就在暫時 這個上校暫時在哪裡 就在墾丁大街暫時 當時墾丁大街還是一片蟲魚 所以下次你在那邊 吃嚴重的時候 要吃到大禮宿啊 那家庭的方便說 晚上躲到那裡 晚上又Q彈吃得好 散步來海邊 那很多人就說 很多人在說英文 暫時的在那邊 好 最後呢 美軍既然已經行動 然後李仙德拿了指令來 當時台灣的兵被到 總兵就叫做流明燈 武官裡面最高的 就派了五百個兵給他 帶著他去討發 這個南灣的這個原住民 這五百個軍隊出發 慢吞吞的走 李仙德越看 都不像是要打仗 結果私下知道說 劉明燈也不想打 原住民那邊的客家人 旁邊的這個車程也不想打 李仙德就知道了 雖然帶著兵去壓迫他們 可能不會打起來 但是他就想到說 用兩全其美的方法 好第一個 劉明燈你說兵還是要跟著我一直走喔 最起碼對原住民發生壓迫 第二個他就派 判險對這些人 他自己就深入到原住民的地方進行 找原住民當地人談判 當時原住民是部落很多個嗎 當時有一個狼橋十八社的總頭目 叫了卓基祖 這個卓基祖太重要了 卓基祖的兒子後來是 日本牡丹車事件和解的最重要的 叫潘文傑 這兩個父子是台灣歷史最重要的人物 卓基祖 潘文傑都會在傀儡花這部電影裡面出現 所以你這些季節又好的 卓基祖就後來發現美國的 上一次美國軍艦雖然沒有登陸 但是那個炮打進來打到三角下 卓基祖就知道說 如果美國真的派兵來 我們真的會被消滅 不是開玩笑的 就和他和解 那和解的時候 所以流明燈說我們三角會談 李先德說好啊 但是卓基祖不願 為什麼 這是我們的土地 清朝從來沒有在我們土地上 你如果要談我不要談 我們就是和你美國談 後來他們就約 約在哪裡呢 李先德就和他約在現在的出貴 恆春裡面滿洲鄉有個出火嗎 地下冒火的地方在那邊簽訂的條例 剛開始用嘴巴講的 說好啦以後 只要外國人的船在這裡觸礁沉默 你要上岸的時候先拿一隻紅旗子 搖一搖紅旗子 我地底下這邊會拿一隻旗子搖一搖 阿富鄉你就可以上岸安全來加水 我們不會再殺你 但是沒有講了沒有寫下來阿 李先德不信任阿 過了兩年以後又再走去 再約了卓基祖 用這個文字寫下來 用英文寫下來 然後蓋了章 卓基祖用手掌蓋個印 好 各持一份 原住民這份不見了 美國那份在國會圖書館 真的還留著 這個叫南俠之盟 南俠之盟 美國和台灣第一次作戰是貝爾將軍登陸肯丁大街 美國打了敗仗 戰死一個海軍陸戰隊的上校 第一次合約是李先德將軍和原住民的頭目 太重要了 好 這件事情就到此為止 美國和台灣的這個爭奪利益的部分 就到現在暫時為止 但是接下來 事情沒完 沒完的關鍵人物就叫做李先德 李先德後來在台灣的事務裡面 也一直支持美國把台灣拿下來 拿下來 拿下來 一直在插插插插 一樣 美國那個時候就講說 我們不要和英國鬧翻 因為英國在台灣種茶 然後他的茶行已經 在台灣在哪裡種茶呢 在大稻埕種茶 在南俠政地 按台灣人合作 把美國的茶商買了茶葉 就是專門銷美國 英國的茶商買了賣給美國 這個利益 我們和英國人不想鬧翻 李先德這樣一直人 一直人人 遲早會鬧翻 好啦 趕快搏架把你調走 這次也把你調走 把你調走 把李先德調到哪裡去 你覺得李先德你在這裡 台灣的事情就會搞到英國搞不好 好啦 調你去阿根廷當大使 把他調到阿根廷去當大使 結果他坐著船 這個船 我們到了横濱 横濱 在那邊停 但是當時的日本 剛好發生了什麼呢 琉球漁民漂流事件 1871年 日本和琉球的漁民 這個就是牡丹車事件來源 琉球向日本告狀 也向清朝告狀 為什麼兩邊告狀 因為琉球當時已經被日本吞兵了 變成他的一個凡國 但是清國是他傳統以來 從明朝以來的中祖國 琉球變成有兩個中祖國 向兩邊告狀 結果清朝說 沒辦法 那個是化外之地 我管不了 日本那邊說 你管不了 我來管 我就出兵了 所以就出兵 一直鼓勵日本出兵的人是誰 就是李先德 那個地方我很熟 以前美國 他殺死美國人不負責任 也說是犯外之地 不是清朝的土地 好啦 你就出兵去給他佔領 台灣將來有多少多少好處 你不知道那個秘密嗎 好我地圖都畫給你 那那些部落怎麼怎麼打 哇 日本就一直等機會 好你現在英國不想出 有利益不出手 美國不出手 你不能擔很久啊 1874年 出兵 牡丹社事件 出兵牡丹社事件 日本也是老實講沒有贏 因為病死了這麼多人 但是他已經知道清朝你太腐敗了嘛 這樣的國家我三兩下就跟你幹掉了嘛 所以日本回去以後就開始 明治天皇開始整頓軍備 到最後就打假武戰爭 假武戰爭在那麼遠的地方打了 結果他說我要台灣 好你美國英國德國搞了半天 好像要又好像不要 我日本要定了 就假武戰爭割浪台灣 台灣終於變成日本五十年佔領 當然是日本戰敗以後 美國說這次我要了 日本你戰敗了 你也把台灣建設的不錯了 把台灣建設這麼好 美國我要了 所以你說台灣地位未定 怎麼未定呢 就是美國的嘛 但是美國現在已經 像菲律賓一樣 我不需要佔領你土地嘛 我讓你獨立獨立以後 和我美國很要好 就好了嘛 就變成我的基地 害我做生意幫我賺錢嘛 你也賺到我的錢嘛 你也學到民主自由制度嘛 台灣的地步今天就走到這裡 但是呢 老是在暗中的夫妻搞不好 要嘛就訂婚約啦 要嘛就變成你一周 要嘛就台灣自己獨立啦 台灣就是走到這個地步 你要選擇 香港沒有選擇 現在就今天這樣子 台灣人可以不選擇嗎 這個系統暫時就講到這裡啦 還有很多很多 將來想到了以後 再來講 繼續台灣史 還有很多角落 你都不知道的 改天發歌呢 再一段一段一段的講下去 謝謝你的收聽 明天的感情期間 再見 拜拜 字幕志們 東洞 將其都市 人間哟 間哟 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